全馬雲現身海南 習近平打壓馬雲,賦爾代變聽話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馬雲控制的螞蟻集團在上市前夕被官方叫停 最新曝光的投資協議顯示 海外金融投資者多大140億美元的資金被螞蟻集團綁路 目前離場無路 馬雲隱身超過3個月,處境引發外界猜測 外媒最新消息說馬雲最近在海南練習高爾夫球 外界關注目睹太多朋友的家人出事後 大陸富二代變得低調 2月10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說 馬雲最近在海南練習高爾夫球 據這名匿名談論非公開信息的知情人士透露 馬雲近幾個星期在海南紅俠谷三亞高球會打球 這是一座偏僻的27棟球場 靠近海南島南端,風光秀麗 報導說這是馬雲1月20日 和一群鄉村教師直播視頻會議以來首次被人看到 這個消息有在於淡化公眾對馬雲可能被拘留的猜測 不過,伴隨著監管機構整頓他不斷擴張的商業版圖 大家對馬雲在中共黨內狀況的猜測還在持續發酵 據彭博社報導,另一則關於馬雲的積極線索 來自軟銀創始人孫正義 他是阿里巴巴最早的投資者之一 與馬雲有長時間的交往 2月8日,孫正義發布《軟銀貴度財報》時表示 他與馬雲一直保持聯繫 對於馬雲去向,孫正義並未提及 但表示馬雲喜歡繪畫 聊天時一直在分享他的作品 對於馬雲在海南哥爾夫球場練習的消息 螞蟻集團阿里巴巴和紅俠谷三亞高球會代表 都不予置評 2020年12月,北京當局開始把矛頭 瞄準馬雲等億萬富豪之後 彭博社訪問了多名大陸富二代 有人直言因為目睹太多朋友的家人出事後 明白應該要守規矩,已經學得要低調 北京DJ娛樂公司創辦人陶浩然 是大陸行事較為低調的富二代 他說,當我們目睹朋友的家人被抓 關入爐裡之後 我們明白了要如何守規則 從2006年以來,我身邊有太多例子 現在人人都知道要低調 你有錢不需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那麼高調行事有什麼用呢? 陶認為,對不少像他一樣的富二代而言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納稅,遵守法規 他表示,這些日子我恐懼的是樹大招風 擁有一些財富,但稱不上超級富有 看來是最安全的 報導指,中國很多年輕的富二代深知 招惹共產黨是失去一切最快的方式 惹上政府可能令自己被關入監獄 或像因為涉嫌逃稅的女星范冰冰一樣 被消失達幾個月 上海媒體業一名黃姓億萬富豪的兒子 就有這樣的機會 他說,我的立場就是跟隨政府的領導走 我們的命運與此並進 他說,在中國仇富的歷史悠久 自從文法大革命以來就是這樣 對我和我的朋友圈來說 我們這一代的共通點之一 就是想要創造屬於自己的財富 而非擔憂我們父輩的財富被奪走 涉嫩億萬富豪的兒子坦賢 他的爸爸希望他能保持低調 他父親名下所有公司都曾提及 這名年輕人的姓名 以對父子也十分小心地避免在網上 暴露兩個人的關係 他還透露 他爸爸給他的零用錢很有限 也不讓他使用信用攤 以防他亂花錢 惹來注意 據《華爾街日報》 除了海外投資者在2018年 與馬雅集團達成的投資協議條款顯示 馬雅集團與全球投資者 在2018年6月達成協議 籌140億美元的資金 成為當時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科技集團 其中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投資了7.8億美元 馬來西亞國富控股投資6.5億 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局投資6億 美國銀湖資本、華平投資、海雷集團、普遜集團的投資金額 亦分別達到5億美元以上 志情人士指出 馬雅集團集資金額當中 超過100億是由其離岸空殼公司籌得 馬雅集團為確保在中國獲得經營許可 必須在中國註冊 但這種做法會限制公司 直接向外國投資者集資的能力 所以通過成立離岸空殼公司進行集資 而當時馬雅集團和海外投資者簽訂的投資協議 沒有提供上市時間表 只有上市後才會被投資者提供董事局席位和投票權 一旦上市計劃不成功 也沒有提供回報保證 並限制投資者設資 對海外投資者非常不利 《蘋果日報》分析指 一般初創企業集資時會給予投資者退股權 承諾在某一年期內上市 否則需要屬回其股份 並支付承諾的回報 另外,銀行投資協議也沒有反稀息條款 意味著馬雅集團日後市值一旦下跌 投資者終要蒙受損失 馬雅集團2020年宣布在香港和上海兩市上市 集資超過340億美金 當時公司估值超過3,000億 不過在11月初突然被官方叫停 海外投資者原計劃在馬雅集團上市後 將股份轉換成香港股票 賬面賺取超過80%的利潤 上市進程被官方叫停後 馬雅集團的投資協議中指的承諾 在公司上市後 以15%複息年利率屬回沒有落實股份轉換的部分 但沒有承諾具體上市期限 所以多大140億美金的海外資金已經被綁定 目前離場無路 金度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大成表示 馬雅集團是全球最隻手可熱的公司 國際投資者甘願簽署有關投資協議 他們無權要求離場 他們在董事局沒有席位 他們作為小股東 不太可能影響公司 他們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只能夠耐心等待 今次的《紳士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